欢迎顺头发行响 我是安悠奇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 这两天持续的大战 民进党政策会纸巾长王毅川 他持续警咬王毅川 监控人民交通违规 可是王毅川就开始质疑 为什么我被中国制裁之后 就开始被跟踪 而且跟肩的画面还被公开来 难不成这个事情 真的会跟中国有关系吗 不过这几天 这个徐晓星满血复活 声量又开始一路飙涨 这个人已经不见很久了 今天又出现 果然没让大家失望 那就是国民党的立委翁晓琳 翁晓琳今天在立法院的 大战民进党的立委 虽然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不过他的今世语录又多了 好几条又让大家惊呆了吗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国际战略专家林廷辉老师 又七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康仁俊 又七好 大家好 私人媒体员姚慧珍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婷 又七好 大家好 财政大丘兵官 又七好 大家好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又七姐 大家好 好 先来看到是 中国最近不是还在军演挑衅吗 原来是打中脸充胖子 因为中国国安部竟然证实 解放军已经穷到 要论经脉机密资料 这也太夸张了吧 明宽 又七 我们先来看时代杂志 时代杂志近期的一个封面 全世界吓一跳啊 是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赖清德总统当中 我们来看标语 标语是什么呢 是台湾的测试 为什么呢 各位都知道 目前北京跟台湾之间 其实紧张是越来越加剧 那赖清德总统 如何去维系 他整个两岸之间的一个步骤呢 没有想到赖清德 上了时代的一个封面之后 丢出了一个大大的橄榄枝 这个大大的橄榄枝是什么呢 他说新政府愿意协助中国经济 要来增进两岸的和平繁荣 哇 这句话丢出去 我现在真期待 整个中南海要怎么来回这颗球啊 那为什么呢 各位都晓得 最近中国的文攻武嚇 是沿路都在禁闭当中 最近大家都在算了 单单那个飞机 飞机不管是靠近基隆 靠近台北 靠近花莲 可以说是越靠越近 可是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啊 发生什么事呢 居然中国敢对整个台湾 这样子沿路的 一路的一个进逼 敢对菲律宾一路的一个进逼 他应该后面一定有所本 对不对 可是经济目前来看 看不懂啊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一直一直来说 这个是在过去中国 这个叫大润发 大润发其实在二十年前啊 那个时候其实大润发 可是响当当的大品牌哦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叫实地购买 实地购买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你只要开量饭店的 哇 每个人都是赚的盆满钵满哦 但后来中国开始进入了电商 进入了电商之后 后面又经过了武汉肺炎 这两年下来 实体通路真的撑不住啦 所以我们来看大润发 大润发一年赔了七十二亿 最近据传才了两万人 还倒了二十间的一个门市 现在中国很多那种实体商店 现在是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啊 整个看都看得非常非常的冷清 但没有想到 这两天在深圳出了一点大事 发生什么事呢 深圳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哦 深圳五十年前 它就是一个小渔村 结果经过了三十年的一个努力之后 各位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十几多年前 那时候深圳话罪也跟当 他说什么呢 我们目前深圳的经济体 就跟纽约的经济体一模一样 所以深圳你去看 哇各地都是高楼 各地都是工业区 但没有想到这两年 这两年疫情过后 突然间中国的整个经济 往下做整个激动 加上各大房地产公司 不是陆陆续续 倒的倒 逃的逃 没钱的没钱 后面烂尾的烂尾 那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深圳有一家老牌的房地产公司 最近突然间 大家吓坏了 为什么呢 他三个小时把员工全部砍光 三个小时就让他们全部走路了 简单的说这个就是破罐破摔 直接停损了 然后整个公司铁门一拉 不开了 直接就不开了 而且大家说 这个是老牌的房地产公司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中国在过去有一项叫硬通货 什么叫硬通货呢 人民币是通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买东西 当然是用所谓的人民币 但有一个东西比人民币更好用 茅台酒 茅台酒 为什么呢 过年过节各大机关 要去长官那边疏通疏通 用茅台酒比用人民币好用太多 所以过去的茅台酒 是有钱你都买不到 所以你送上茅台酒的那一个刹那 茅台酒就是社交公关最佳的礼物 也是一个神秘的一个钥匙 可以打开你商务 跟整个官家的一个钥匙 但现在呢 不败的一个神话走下神坛 为什么呢 最近茅台的价格暴跌 股价也中错 结果大家一看天哪好恐怖 茅台最近暴跌的过程当中 茅台他的一瓶的定价很简单 出厂的价格就是1699 各位人民币 人民币一瓶就是1699块人民币 但通常外面通常是喊 喊3000到3500块左右 最近据传了2500守不住 沿路往2000去走 这一来不得了 很多人手中囤很多的一个茅台 现在看茅台的价格崩盘 你知道第一件事是干嘛 是干嘛 逃啊 赶快逃 赶快卖啊 赶快卖掉 赶快变现啊 所以价格一破 引发了整个恐慌的一个销售 大家现在全在卖 所以现在全中国 過去是你一瓶你都买不到 现在是大家都在问你 你要不要买茅台 你要不要买茅台 茅台简单的说 已经走下神坛了 但中国的经济让人看不懂 为什么让人看不懂呢 各位还记得五年前电动车 你那时候开着电动车 你是社会贤达 那现在开电动车 就是跟一般人一样了嘛 但中国呢 电动车互砍 砍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来说 这是一台在中国设计的 算是非常先进的电动车 我一直认为它做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这个所谓的 家庭全场景大五座 设计的挺先进的哦 最近呢 发生什么事呢 先跟各位说 最近营收啊 整整多了一倍 销售多了一倍 正常来说这是好消息 对不对 是啊 坏消息 为什么 因为它销售多了一倍 还赔二十亿人民币 怎么会赔呢 不是销售多一倍 简单的跟各位说 这个就是过度内卷 简单的说就是 现在全市场 现在大家在卖电动车 每个人都赔钱 那每个人都赔钱 就面临了所谓的囚犯的困难 囚犯的困境啊 简单的说 我东西没卖放在我的仓库 我一定赔 我东西卖出去之后 因为我是赔钱卖出去的 所以我也赔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电动车互砍嘛 对不对 可是赔钱也要卖 你不卖 你不卖的话 你又赔更多 所以变成怎么样呢 恶性循环 那各位 这个很简单哦 等着倒嘛 那是啊 就等着倒嘛 所以最后的赢家 可能会只有一家到三家左右 根据外媒的一个说法 是未来中国电动车的赢家 只会有一家到三家 可是现在呢 现在还有接近一百家 未来要怎么办呢 现在这两天 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呢 在中国有一个叫张老爷啊 张老爷呢 他有一天他就说 这个东西很神奇 他就买了四张纸回家 买了这四张纸回家之后呢 花了六块的一个人民币 结果又起 把它打开来看之后 里面上面写着机密 机密 机机密 那个居然是中国的军事机密啊 中国的军事机密 然后当大爷拿到之后 发现这件事情知事体大 拿去报警 报警完之后呢 长官说警察 简单说他们的公安不敢办 这个是国家机密啊 不敢办啊 网上送 结果一送之后不得了 有人偷卖国家机密 结果偷卖国家机密 先跟各位说 这些国家机密夺之前呢 一斤一公斤的机密 持零点八块人民币 这些国家机密夺之前呢 一斤一公斤的机密 持零点八块人民币 天啊 当被子在卖 当被子在卖 重点是这些东西不是正常来说 是要把它销毁 或者是把它烧掉的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然后后面中国公安部就证实了 中国的军事机密 用六块人民币 折合台币27块 可以买到四张 各位 你这个是叫尾巴 这是尾巴的价 为什么呢 因为卖的很夸张 后面有往上去溯源 所以那个人说 我也不知道他卖的是机密啊 他就一叠一叠拿出来卖 一大堆啊 卖的更扯哦 一斤一公斤一公斤的卖 机密一公斤卖零点八元 现在呢解放军穷到 整个机密趁金趁金卖 而且呢不但趁金卖 还后面流到外面来 这件事情现在全世界通通知道了 而且全世界通通知道了 还包括中国经济有多惨 因为拜登不久前 才公开看虽中国的这个经济 结果接下来呢 欧美呢都对中国 很多的产品刻意高关税 包括了刚刚这个敏宽 特别提到了电动车 所以呢这当然请教廷辉老师了 现在没有西方世界的这个支持 未来中国的这个经济 会不会更加的这个一败涂地 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 赖信德总统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 新政府愿意协助中国的经济 其实让外界有点诧异了 那你怎么解读 这个赖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专家 首先马上跳出来哦 不买单哎然后说呢这个 现在两岸已经没有对话的机会了啦 现在到底是谁比较需要谁哦 可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 立愿党团总裁傅宽 接受日经亚洲专访的时候 他却讲啊 他警告赖清德哦 不要随便刺激中国哦 还这个抱怨呢 为什么台湾要对抗一个大 我们那么多强 那么多倍的这个强权哦 所以请教廷辉老师啊 那你怎么看傅坤奇的说法对比赖总统这个接受专访的时候 您如何解读 这我们来厘清一下 就是欧美国家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这种高关税的措施哦 当然除了所谓的贸易方面的一个制裁之外啊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中国的东西大概都是以政府补贴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他的新人员车嘛 我们不一定要叫电动车 是新人员车哦 他基本上背后来讲 有政府的大力的补贴措施哦 对 这时候呢 其他国家 进到其他国家去产生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贸易的环境 所以各国采取提高那个关税叫反补贴措施 反补贴措施我们简称就是关税概念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站得住脚啊 但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 他不遵守国际的贸易规则的情况之下 外资撤离了中国之后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也拉不起来 所以他也没有市场了 既然没有市场又没有所谓的资本 那这时候他又怎么活络他的经济呢 所以你看到刚刚敏欢讲的 跟刚刚报告的就是非常惨 他的经济状况非常惨 但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更麻烦的更严重的是 因为西方国家就在围堵他的情况之下 高科技的这个相关的技术 是进不了中国的 所以对于说中国他要 下一世代的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 他是跟不上 他等于是被国际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弃子 或者是说一个孤儿的这个概念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更没办法去活络他的经济 那相对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赖总统 他接受这个时代杂志的一个专访的时候 他其实里面语气非常和缓 他其实不是要跟中国是硬碰硬的对干的 他甚至还讲说在经济的方面来讲 台湾也可以帮得上忙的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真的搞不清楚 这个是所谓的傅昆奇口中所讲的去激怒中国 刺激中国 或者去挑衅中国 也不知道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学者 他所谓的何来这个挑衅的这个概念 意思是说台湾很强是不是 台湾中国大陆很弱 这叫挑衅吗 事实上不是 台湾真的也很强 事实上就是很强 客观事实 所以赖总统讲的 我看通篇看完之后 我认为说他讲的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他讲两岸互不隶属 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他原则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没有跳脱 原本的这个我们目前来讲 从蔡英文总统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框架 那再来一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要看赖总统 他释出了一个数字 让大家我觉得非常意外 因为以外我们常常会讲说 台湾没有ECFA不行 台湾没有扶贸协议不行 事实上来讲 今天赖总统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今天我们到中国大陆 台商跟中国大陆投资呢 在2020年2010年的时候 当时是高达83.8% 是投资在中国的 假设就是100块钱的话 有83.8块钱是投资在中国大陆的 比例超高 但是从去年来讲的话 我们统计去年来讲的话 竟然达到只有11.4% 差这么多 也就是说从过往83.8 降低到目前的11.4% 所以代表说 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是 已经好几倍的这个递减 而这些资金都跑去哪里了 当然就是跑去东南亚 跑去印度 跑去东欧 跑去其他的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散市场 我们不是集中一个鸡蛋 就放在鸡蛋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面的概念 而且我们这个经济更好 对反倒是让我们经济更好 因为中国大陆在衰败的时候 我们没有受到它严重的一个影响 当然影响一点点 不会影响得多 另外一个数据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贸易额 贸易量从50% 降低到35.5% 这就代表说 我们对它的贸易依存度 本来是一半 结果现在已经变成 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那代表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那种 经济状况是比较健全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过往来讲 台湾中国跟美国 三边来讲的话 是一个三角贸易的关系 台商出口零主件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台商 还有当地的商人 他们做完之后再销到美国去 但是现在这一道 这个销到美国 销到欧洲的路被堵住了 那当然台商也往外逃了 所以现在我们当然要降低 对它的这个贸易量 那降低贸易量 就会有贸易依存度的这个降低 贸易依存降低的话 你再给我恐吓ECFA没有用 是到底谁比较希望ECFA 是到底谁希望这个贸易 贸易条约贸易协定呢 那同样的 既然没有所谓的ECFA 的这个 就是说ECFA它的效用不大的情况下 那服务贸易业呢 其实说真的也大概是如此 又差不多 除非你中国大陆可以改变自己 把它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 这时候大家再来谈 所以其实赖清德接受太子 是访问当中释放出很多很多的讯息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讲 事实上台湾目前来讲 现在股市壮大了 排名全球现在前十名的股市 现在市值已经排名全球前十名 然后再加上台湾的这个AI产业 不断的增增率上 现在反倒是中国大陆有求台湾吧 不是台湾有求中国大陆吧 所以现在大家把事情搞清楚 那我觉得傅昆奇是非常奇怪的讲法 我觉得他们就是刻意的 这个看不惯好像台湾好的样子 你如果把傅昆奇所讲的话 把他这个一五一十的照样照句的方式来讲的话 那我可以讲啊 如果他讲说什么 他说这个 为什么台湾要对抗规模大很多倍的强权 他讲这句话对不对 我就把这个套进去说 那为什么中国要对抗规模大他好几倍的美国呢 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对抗 这个规模大他好几倍的俄罗斯呢 那这样的话那直接投降就好了不是吗 那他代表说他是个投降派的概念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国民党为什么当年要这样子对抗民进党呢 民进党不是拿到执政权吗 那你为什么要对抗民进党呢 对不对 那你国民党跪下去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代表什么 他的标准不一啦 那你只要遇到中国 那好像很奇怪 而且我觉得他根本搞不清楚说 到底目前的综合国力来讲的话 到底什么叫做强大 强大不是只有用钱去算而已啊 现在国家的强大还要包含意志力 还要包含未来的可能性 你看美国将中国这样围堵下去 中国一直在衰败啊 他衰败是无底洞耶 他不知道哪一个时候会停损耶 而且台湾不一样 我们存在讲 南韩媒体都在讲 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大咖 都来跟台湾疯狂求爱 台湾就是未来的世界的AI岛耶 是啊 那你就是台湾真正日上的情况之下 你那个国力就开始在做对比了啊 而且国力不是只有用金钱去算 连韩国都认输了 高科技还有包含这个人民的素质 我要讲人民的素质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层面 所以我不晓得傅克星 你所谓的强权是什么意思 你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为什么台湾好像小他好几倍 台湾哪里小了 所以我不晓得傅克星 你所谓的强权是什么意思 你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为什么台湾好像小他好几倍 台湾哪里小了 我不知道你 你为什么会觉得 当然我们不是夜郎自大 但问题是说你自己仔细客观去看待这个事实是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何必呢 你干嘛去编列什么 两兆预算要花东三法案 这些东西 不需要啊 对不对 那直接就是 就是花脸就撑成大家就好了 这种我觉得 他的很多很多逻辑观念完全是不对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会把国民党拖垮的 我觉得要仔细再看看 不过国民党的金氏立委真的不少了 除了这个傅昆奇在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 居然敢说呢 台湾到底为什么要对抗大我们那么多倍的强权呢 而且今天在立法院 好久不见的金氏立委翁晓琳 跟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大战了三分钟 又有惊人之语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让大家再度惊呆了 那更不要讲徐晓琳了 这两天持续大战 这个王毅川的偷胎事件 而且徐晓琳又有新说法 学伟 其实国民党内部啊 这个立法委员 大家好像有传染病 在迪迹今天传播你知道吗 除了说汪晓琳今天 再度发出了一个金氏之语之外 你看徐晓琳这个秘幻 咬着王毅川不放 现在很多人都讲说 原来啊 那个徐晓琳对王毅川 是不是有某种情节在里面 情节 对啊 我是不知道啦 王毅川 有人喜欢他也不错啦 不过今天继续站下去 其实徐晓琳 我是对他感到很担忧 现在人家讲说他深悲七大案 甚至有人讲说十大案 对啊 基金党现在又告他说 违反银行法 我看一件不止一件 而且你知道吗 他告别人跟别人告他的 像加一加零零种种的 案子很多 你法院找不停你知道吗 真的 天天跑法院就够了 对我觉得说你当个立法院当到这样 不过我是觉得还好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以前有一个叫做林瑞图的 他在当立法委员跟议员的时候 我们曾经算过 你知道他的官司有多少件吗 一百三十几件 所以徐晓琳加油 还没到林瑞图的那个数字 还没当到等级 对好 那那个这几天最新的就是 徐晓琳咬着王毅川 你开车违规左转 而且闯红灯 对不对 那大家就开始站了 原来你看 徐晓琳刚开始是讲说 王毅川你不是爆料吗 说那个四方电讯 监控用电讯 民进党用这个电讯集的 媒体资料 控制民众 这个个资 现在人家就讲说 原来徐晓琳你也是在控制民进党 控制王毅川 因为从那个整个跟拍的画面 有没有 看得很清楚嘛 包括王毅川去台湾银行 有没有去办事在军浦 那个台湾银行办事情 有没有出来一路跟 跟到台北 这两个中间相差两个多小时 你知道吗 而且你看这一路上 他都知道要保持距离哦 这是个蛮专业的跟拍哦 对这当然是专业跟拍嘛 对不对 那现在那个原始的这个录影画面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公布出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已经是经过简介了 其实那个跟拍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画面里面会知道说 他是用什么形式的那个行车记录器 还有包括王毅川这张照片 挺着大肚子从银行出来的 这个画面 头发还乱掉 人家讲说你看 连这个都要把他头发拍他乱的时候 故意丑化王毅川 对那你会发现 这个跟拍就不是行车记录器的哦 那表示这两个多小时之内 这台车这个人 是有意跟拍王毅川的 所以人家现在就开始说 到底你许巧新 是账人有合作关系 是不是有征信社或者什么样 针对这些特定的一些政治人物 进行跟拍 当初陈时中 许淑华 也被拍过啊 而且他讲说 这个是民众向我检举的 当然今天有人没台没几次 跟你跟拍有没有 两个多小时 包括你的行踪到银行 干什么事情都已经清清楚楚 对不对 那你当然会心生畏惧嘛 所以他进行报案 可是我真的 台湾的法律真的 立法委員要不要修一下法 依照王毅川仲说 说辞他跑去警察局报案 对不对 你知道吗 这种跟拍行为 我们法律里面没有 任何的那个刑者 或者那个 说一下今天跟拍的话 他只要讲一句话 他说啊 我就刚好路线重叠啊 对不对 这个行车记录器 我没有违反个资法 个资法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如果这个拍的过程之中 我就是刚好就是 不小心注意给他拍到 你要咬我对不对 那警察可以跟 可是我确定 你这是有跟拍行为哦 那我要对你进行劝说 劝导申戒哦 对不对 你如果再不听 下次再去跟拍王毅川的话 我再把你 把什么 社会秩序维护法 三千块 三千块 对 今天我就我就 请一个人 整天把你带掉掉 我怕你罚的三千块哦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造成的什么 精神压力啊 比你那个实际效应还大呢 对不对 好啦 那不管怎么样 对不对 今天王毅川他去报案了 那怎么样 去去调查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 真正的跟拍行为 我是不知道啦 那徐晓鑫 他也提出他的说明 他说你王毅川 你拱川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对不对 他说很多人都有行车记录器嘛 对不对 发现你很夸张嘛 问题是这个行车记录 怎么知道 那个车是王毅川的 对啊 而且还知道跟到他家 跟到青朴去 拍他去银行办事 对不对 好啦 那不管怎么样 他说提供爆料很正常 而且他还有不在场证明 好啦 那不管怎么样 今天哦徐晓鑫他就是跟你继续战 他这个战的方式的话很简单 我就是让他风火燎原 什么事情什么议题 我都可以拿出来战 就是为了要转移 他现在深陷很多争议里面的一些 一些问题的 好那可是你看 我是觉得今天哦 你说你区域立委有选民压力 有选举压力也就算了 对不对 现在翁晓铃 翁晓铃就来了 对吧 这么不甘寂寞 那沉急了一阵子之后 今天更夸张 他就讲那个 那个吴思雅就讲 我们从下午两点都在开始讨论 逐条讨论 那你翁晓铃人在哪里 还有不只他哦 还有好几个哦 那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那前半场没有出见 等到国民党要没收讨论的时候 打包写张动用表写 也开始凑人数 你才开始来凑人数 对不对 你要是出委员会你看 所以翁大委员 你真的是大牌又傲慢 可是你知道这句话 惹恼的那个翁晓铃 他跟你说我就是比你大 对不对 好大哦好怕哦 黄杰不是在下面讲吗 对不对 大什么大 你也比较大 他说我就是比你大 而且他还骂吴思雅 说神经病 他现在是否认 说我没有讲 那到底有没有讲 他自己现在也搞不清楚 因为那神经病三个是 搞不好是他的口头残 他如果没送 就开始说神经病 所以他现在也在考虑一下 我到底有说了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翁晓铃说真的 这个态度实在是 你又比人家大 之前他在咨询 陈建仁的时候 就已经跟陈建仁讲说 我咨询你是上对下的关系 对不对 我立法院比你更大 所以我们现在立法院里面 出了113个皇帝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行政院来 我都比你更大 所以你看他失严 那个失严已经不是第一次 后来他不是在讨论 那个总统表 那个过半 那个总统选举的 那个制度的时候 他也是跟人家讲说 我的法学素养 不用你们来指手画脚 对不对 我的博士论文跟我的著作 你们要去看看 我是觉得翁晓铃 真的拜托你 你这种是一种精英的傲慢 对不对 你这个态度傲慢 真的说真的 你今天到底有什么本钱 有什么资格在这边 113个立委 都跟你拼大拼水而已 你也不用高人一等 对不对 好那你执询的话 你的官员的话 你可以尽量对官员 给予他一些执询 或什么东西 可是你也不用一副高高 在上的样子 对 你看我就是比你大 你看你怎么样 你们就是没有知识 你们都没知识 对不对 最有知识就我了 人家说知识的话 树叶有专攻 对不对 得到有些后 你的法律是 可是我看你的法律素养 我从这几次下来看到 大家也是有点质疑 不准质疑 我比你们大 对啊 所以你说你看 你说你们就是没知识 这个是什么傲慢的态度嘛 你在里面的话 说真的 这对你们国民党会有加分吗 我们弄了这样的不分区立委 到里面在一天到晚 教训别人 瞧不起别人 你说这种立法委员 好啦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欣欣之后 人家讲说许巧新 对不对 现在翁晓琳也还带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 现在大家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就是因为许巧新的负面程度 他一直在引战之后 现在国民党来 大家带着等 因为人家讲说罢免最怕的就是仇恨值升高嘛 那你现在又拼命拼命到处去站 这些仇恨值是不是被你一直一直在点燃起来 对不对 好啦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有个数据 看出来的罢免身量前三名 你看 傅昆奇 月圆之 许巧新 对不对 最高前三名 对嘛 我刚才我们天天讲月圆之 我是觉得对月圆之不公平 真的 这孩子每天都会说 说到真正当公平 所以写这个郭正良说不要再上生日节目 不是嘛 那个月圆之每天提提提 每天都拍到你 说真的本来没想要罢免的 你每一台每一个电视打开都在罢免月圆之 每一台 对嘛 想说好像众望首归 本来想忘记了 本来想忘记了 又看到他 所以我就跟你讲 月圆之真的 从今天开始 真的不要再上政论节目了 你一年贪了两三百万 两百几万 我说真的 你立委你就没空我做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做抉择 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专职名嘴 来抢我们的饭碗 你就尽量上 尽量冲 尽量帮许巧新辩户 那你我觉得你做立委 是你终身的职制 是你的目标 那你就乖乖从今天开始 少上政论节目 乖乖回去做 选民服务 不过我不太想 对月圆之这样讲 因为他毕竟也是我们的 这个固定来宾 但是还是请教他灌顶 这个月圆之要怪 叫怪徐巧新 怪傅昆琴 对不对 每天在那边冲声量 今天又冒出来一个翁晓琳 可是你看徐巧新 他没有在怕的 当然一方面就是说 他可能自是觉得说 我那个选区很舒适 但是真的不会被罢免 最近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 包括了这个什么 府邸抽薪的这个 罢免的粉砖已经开始 而且看起来 这个是持续的升温当中 可是他当然现在抓的 这个王毅川不放了 那这个最新的这个说法 当然他拿出了这个 不在场证明哪有 我在家里开会 干我什么事 我还有这个外送的这个证明了 外送证明到底能证明什么 他还反骂这个王毅川 你现在被人家检举了 你就要去掉监视器画面 他还骂这个王毅川 是耍光辉耍特权 是无赖行为 到底是谁在耍特权 这件事情非常严肃 到底是不是政治跟奸 政治跟奸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先讲了 台湾以前什么时候搞过政治跟奸 白色恐怖时期 情治人员挡过在国民党 党国系统上面 看哪一个政治人物 或艺人是不管 就去跟他 跟了他从早上你吃什么 我见了什么人晚上见了什么 让你知道我没有在跟你 让你心生恐惧嘛 所以现在关键是两个 到底是哪一个 一个是徐晓鑫讲的 检举达人给他的资料 第二个说这个叫 就是我们现在怀疑的 是不是这是有系统性的政治跟奸 我先讲啊 徐晓鑫现在讲法很清楚 徐晓鑫现在讲法讲说 这个是检举达人给他资料嘛 王毅川也揭露相关的时序 认为这个是 有人刻意跟奸的几率很高 我稍微去分析一下两个人说法 我认为这整个案子 徐晓鑫的讲法 有三大疑点两大破绽 还有三大疑点两大破绽 首先第一个 车牌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徐晓鑫对外的讲法 我们先不进徐晓鑫 我们先讲说 这个所谓的他检举的人 检举王毅川的这个人 他怎么知道这台车是王毅川的 现在的状况是 大家有报告徐晓鑫在内讲说 去年上报曾经有报导过 被民众抓到王毅川红灯左转 说当时对王毅川就开这台车 我们确定这台车就是王毅川的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图有真相 这个是当时上报的报导 他的车牌完全马赛克打起来 请问你怎么证明这台车 就是王毅川的 白色的BMW台湾有几台 成千上万台吧 你可以直接说对 这台车就王毅川的 这不成立嘛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时间点也非常的奇怪 今天如果是有检举达人 今天看到林涛违规啊 左轿违规啊 拍了之后 这是一件事嘛 但今天如果是早上 王毅川根本没有在车子上 他是在银行门口 这张照片也是徐晓鑫公布的哦 早上九点多 从银行走出来这个照片 徐晓鑫就把它公布 你跟我讲这个叫做检举达人 检举达人会拍到你去银行哦 九点多 十点到银行之后 王毅川回到他桃园青浦的家 待了两个小时 出来之后到了台北 一点多继续被拍 后来违规是在下午一点多 在台北哦 早上在银行是在桃园哦 而且他中间回家两小时 回家那两小时 你整个状况四五个小时 如果不是有人故意的跟拍 故意的跟踪 故意的跟肩 你怎么可以这些画面全部拍到 不然谁那么无聊 在家门外面等两小时啊 又请讲关键东西 这两个小时过后 我再给大家讲最后一个 鸭子骆驼到手最后一个重点 下午一点四十七分这个时序啊 其实不止这时间点 我单单下午的时间点 关键的六分钟 这一个所谓的检举达人 或跟监者或真信射 不知道他是谁的人 等待警方调查的人 短短六分钟 拍了王毅川两次 一点四十一分一次 在九泉街 一点四十七分第二次 在成德路三段 如果今天是一个检举达人 不小心拍到有人违规 跟我就是跟你这台车 从头到尾拍 是一样吗 这第二个疑点嘛 再来第三个 我认为最关键是第三个 我们就姑且相信 许晓星讲话 这是检举达人给他的哦 检举达人哦 来我们认真想一个状况 今天是检举达人 我拍到一个人 拍到一个人违规之后 他应该给谁 他应该给台北市警察局 交通违规检专区 他没有给警局哦 对 他给谁 他给一个 我们再拍一下 我这要讲清楚一点 一个建议勇为的交通达人 一个建议勇为的检举达人 像一个曾经违规停车 呛瞎警察的立法委徐晓星 来请他伸张正义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检举达人 你会去一个曾经施压远警 然后违规停车的立委 检举说王毅川违规 这像吗 你再怎么找113个立委 最后一个才找徐晓星 结果你找徐晓星 你好正义哦 你好有 叫小舅好 好维护交通的安全 当然交通违规就不对 王毅川要承担相关责任 该要扣点 该要扣点 该要罚 这不要含扣 以后开始小心一点 可是今天这个跟尖的状况 徐晓星 你有没有要把你的疑点讲清楚 我刚才讲完三大疑点 对不对 我现在讲两大破绽 首先第一个 徐晓星 第一时间 被王毅川反击之后 认为说有可能被跟监 要报警 请警方调查之后 徐晓星 他出示的不在场证明 6月11下午 我跟办公室同事约了在我家开会 我还交了外送 我人证物证都有 要怎么样引分身之数 连引分身之数都出来了 我说真的 这超简单就可以破解 因为你也可以叫别人去拍 你不用自己拍 来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我就是受害者 我倒个料 去年在选立委跟总统的时候 我英哥的老家 也被人 跑到我家的巷口 升空拍机拍我家 就这么刚好 来拍的时候 因为声音很大 对不对 我跟我的办公室主任 出去把他抓到 抓到了一个人 然后后来 我们就问你是在干嘛 干嘛拍的 落荒而逃 那个人绝对不是 如果假设当时在对证 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 民众党或任何人的本人 那有没有可能是政治 故意要来拍我 有可能 所以简单来说 你请真信社拍就好了 请朋友拍就好了 好 再来第二个 我还是要讲 刚刚我讲完了 那个检举方的 那个车牌 徐晓芯你自己车牌 跟着讲 我来讲徐晓芯车牌的一点 徐晓芯你针对车牌 你怎么讲的 你说 2023的报导 同一台B&W 同样闯红灯 我才确认 民众的爆料为真 不是啦 你跟大家讲 是什么判断 是同一台嘛 什么判断嘛 所以现在不是什么检举的人 他看到 觉得是同一个 是徐晓芯自己也加码讲 我确定 这是同一台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可以确定 你不是跟奸 或者是 整个状况 你到底怎么清楚的 好 最后一个 我要跟大家说 徐晓芯你今天就这么刚好 检举达人 检举魔人 给你这个资料 对不对 来我们从去年开始 来给看一下这张 陈时中 你说有那个人家 那个扶人家 在那个下餐厅的台阶的时候 说人家闲逐手 陈时中 你是不是也是 有人给你的 检举达人给你的 许时无华违规停车 然后呢 后来那个 徐晓芯 是不是你拍的 还是你的团队拍的 后来网友在后面拍 就抓包你本人拍的 就是你本人拍的嘛 还说什么别人提供的 然后今年那个 4月揪出 谁在社图图书馆骂他 社图图书馆事件 然后到了今年 民众检举 王毅川违规 不是吧 我还不讲潘梦安 梁文杰 一堆人 徐晓芯 你一次叫做有人给你啦 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不是就这么刚好 大家爆料都给你 就这么刚好 这接二连三的这一些照片 后来的政治性 跟针对性极强嘛 所以我这里正式呼吁 王毅川 这不是台湾 这也不是故意要抹红干嘛 王毅川确实是被中国制裁的人 他被制裁之后 警政署就把它列为 重要为安对象 那信天如果说他认为 他自己被跟踪了 他可不可以在法律上面 寻求救济 当然可以 警方一定要把谁跟踪他 抓出来 该比方说学友哥讲没错 也许最后无法判重刑 设违法什么 但是要嚇阻啊 要嚇阻 我们就将心比心 我们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或我们的家人 如果被人跟监 不要讲四个小时啦 两个小时我就报警了啦 这个事情是 你不能让人有 讲话都会恐惧 政治立场不同 你可以用这样子来攻防 这当然是不对的啊 再加上一个翁晓菱 哎呀我就是比你大 我跟他讲 翁晓菱这个影片会历史流明 2024年 今年选举对不对 四年之后 2028立委选举 我不确实哪个政党会拿出来 一定会有政党 把那个影片拿出来放 你就一直放 一直放一直放 放这段就好了 我就是比你大啊 我包容你们太久了啊 你们没有知识啊 哦这一段就可以成为下一届 无论是任何人想跟国民党竞争 放这段影片 应该就可以选得不错 所以啊我们今天一定要来看一下哦 翁晓菱真的不会让大家失望哦 他的今世余路又多了好几条 来看看今天他是怎么说的 你们就是乱讨论 你们有按照法条的里面的内容在讨论吗 没有国会改革的所有的条文 每一条都是如此 所以不要再说我们没有讨论 我们已经包容你们太久 我觉得你们基本上是 你们就是没有意义的讨论 乱讨论 还敢说这个是没有民主 我就是比你大怎么样 你就是比我们大 你就是没有知识 你在 我们今天下午从2点20分开始进入大体讨论 跟逐条讨论 请问翁晓菱委员你在哪里 翁晓菱委员请不要在那里骂神经病 不要进行这样子的发言 有听到我们都有听到好吗 所以就请教一下这个林涛了 这个当然这个讲到徐晓昕 你怎么看这个徐晓昕说 王毅川为了自己被这个监控 所以要去调这个监视器 这个叫做耍光威耍特权 我的手上的东西都是这个支持者提供给我的 有可能吗 刚刚这个冠婷讲的够清楚 中间王毅川还回家休息了两个小时 人家会那么无聊在门口等他两个小时继续拍吗 那另外就是翁晓菱 我其实也很好奇 翁晓菱内心的想法 他到底是怎么看国民党自己党内的人呢 会不会也觉得党内的人 没知识 我比你们都大 他曾经呛吓 我这个不分居是你们朱立伦找我来的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翁晓菱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些发言 先讲徐晓菱再讲这个大不大的问题 就是前面这个我们讲的徐晓菱就是说民众检举两张 然后给他来做一个贴文 我觉得两个逻辑 刚才冠婷的逻辑 如果说大家车牌遮起来就没办法辨识的话 那请问上报接受民众检举 大家怎么去辨识 就总是有人知道那一台是王毅川的车 所以上报报了 那你要说上报他后面有什么 也是中国吗 不可能吧 对啊去年你怎么不说 他这个上报是找人跟监 不是嘛 因为就是民众检举 然后上报把它登出来 这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因为 那为什么会有人知道他车牌 你知道他上下车还是会有支持者在旁边看 因为每次很多这种像益川 他就是上电视上很多嘛 所以还是很多人在看他上下车 说真的这几位我们的来宾也是啊 他们每次上下车 大家搞不好民众有在看 哦原来慧珍姐是开这场车 那可是他做Uber比较多啦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第二个逻辑是什么 他说你看许淑华啦 黄益川啦 好多人都被拍 如果这个逻辑是通的话 那是不是你也要质疑啊 许淑华是不是中国 是中国派了吗 不能每次王益川发生什么事 就是中国锁定他 那请问许淑华有被中国锁定吗 没有嘛 所以他就是一个被拍照的事件 所以我持平讲 因为台营的前面这个照片 王益川他上电视上太多了 你要不戴帽子 你要不戴口罩 人家拍个照片给许晓星 那你就觉得身心恐惧 不是嘛 因为很多人真的不戴帽子 不戴口罩很快就变认证出来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在这个状况下 巧欣他就讲说是民众提供 那王益川去告 如果到最后在检调查的过程中 巧欣真的拿出了Email 或是战略信 那不就结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就不要去扯中国 因为中国习近平 没有在管这件事啦 管你拍张照片 你去台营关习近平 我真的觉得每次扯习近平 是最扯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代表什么 代表王益川化好 许晓星也好 他们各自在把声量拉到最高 那拉到最高是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王益川也想说 杜秉承植以理那句 到底你要不要出来说明 那可是他出来说明 潜见的声闻 孤立雄都把他讲 潜见还没下水 怎么会有声闻 那他说平日不买股票 怎么会有内线交易 然后他当台北市议员 又不能乔利法院的国防外交 怎么会有回扣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徐晓星把这三个他讲完了 那你玩益川四方通讯 你要躲到什么时候嘛 从林佑昌到这个 我们讲詹赫顺 等一下会讲之后 不是林佑昌就说没这回事啊 林佑昌前面讲说 我们民进党是被监控吗 然后他也没有直接讲说 没有绝对没有四方通讯 他说徐晓星跟事实有落差 就不是事实 那什么才叫事实 你要讲清楚嘛 那主角 这个拿出这个四方通讯的 在徐晓星的指控之下 拿出四方通讯报告的詹赫顺 新媒体中心主任民进党 到现在从来没有对这件事情讲过 No 爽说没有 就是你胡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徐晓星愿意为他的事情讲 那你民进党中央要不要讲清楚 再来要进到大不大小不小的问题 我是觉得啦 因为我试图去理解 这个要好好讲喔 这个很敏感 对很敏感 因为在那个场域 虽然我觉得昨天前天 庄瑞熊比较火爆 今天是没有那么火爆 可是我必须讲 因为他们现场在讨论 我们在讲年金改革第三十五条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的消防人员 然后警销人员 然后要比照这种年金的90% 比照国军 那我觉得现场就是大家去讨论 那可是讲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民进党一下三十五条 三十六条 三十五条 他就觉得说很气嘛 他觉得大家没有好好的 按照这个流程讨论 所以他就生气 他说我比你大 他是 因为他不是第一句就讲我比你大 他是后面才被激出来的 我有三种可能 我觉得第一种可能 他可能讲我的年龄比你大啦 那ok嘛 因为现场很多年轻的立委 他觉得他比较 我们看过这些案子 看过比较深 所以我年纪比你大 第二个是我国会 我的席次比你大 比你多 我比你大 我的量体比你大 所以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 对 所以忍你很久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说 反正我的知识量体 对法学部分我比较资深 我在这一块 我讲话比较大声 我比你大 好 这还是傲慢啦 你不管讲什么都是傲慢 而且后面还讲一个 你们就是没知识 对啊 你们没知识 所以我讲到这三个部分 你还要再讲吗 你确定 我只是在模拟现场可能的情形 这次罢免没有罢姻缘是没关系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说说 翁晓菱我是觉得说 大家会觉得说现场 因为啦 立法院就是吵吵闹闹 那吵吵闹闹 也是一种讨论的方式 大家反正只要把议题往前走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翁晓菱委员 他要适应环境 要适应立法院的环境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要告诉他 你没有那么大 没有啦 我觉得讲他那个情绪 是因为他真的有在審 看那个法条的逻辑流程 他觉得人家讨论都没有按照重点 那情绪管理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立法院的讨论就是这样 因为省议是民主 大家吵吵闹闹闹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 尽量去适应这样的环境 这是我的很持平的评价 最后 可是我不要讲 今天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不是王一 因为王一川昨天的事情 然后王小廷算蛮精彩的 大家瞧不瞧 可是CHAT DPP 这件事情根本是大翻车了 为什么 因为国会改革法案现在建在弦上 遍地开花 青鸟行动跟蓝雀行动 正要对垒的过程中 民进党总统推出一个 LINE的官方ID说 没关系 你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来 你提问我就答 你提问我就答 那是AI 因为LINE总统上任的时候说 我们现在是AI行动创新内阁 好 民进党接受到指定了 新媒体部就赶快设立个AI 就是CHAT DPP 结果翻车了 为什么 因为开始有人去问 那你觉得第五重队是真的有吗 他说民进党的AI讲说 沈柏洋讲的第五重队 应该是假议题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 那你觉得 好 那你觉得第五重队 在台湾应该是有 谁是第五重队 赵天宁是第五重队 民进党AI认证 更好笑的是 但是他说民进党跟共产党的什么相似之处 有 资料都不透明 然后再讲更夸张 他直接讲 国会改革是符合程序正义的 这是民进党的CHAT GDP讲的 然后再讲说最后一个 我要讲 听证调查权 结果民进党AI讲说 可视为民进党自我打脸的情况 这不是国民党的讲的 那国民党的AI是说 叶元智一点都不危险吗 那叶元智现在为不危险 国民党又AI 而叶元智的罢免 我是觉得啦 因为他现在 现在前三名 傅昆琦叶元智 好像有人要救他 而且你知道吗 他被徐晓星拖累之后 徐晓星前十名没有 第一名是叶元智 好感多0.27而已 而且这个什么 罢免升量占比 在所有升量里面 53.3% 佑琪你讲这个就尴尬了 我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根本就没有 在理叶元智 好奇怪 这比较有趣 也没有不理他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看到 他很认真在跑 国高中小的叶元智 我觉得这是好的方向 因为这就本来就是 他立委他问政 然后我看他今天早上 贴一大篇 在讲问政的内容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就是叶元智 想要呈现给大家 但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民进党 真的想要去罢免的话 那如果今天 连吴诗瑶 或是说民进党 这些立委 也被点名的话 那这些人真的 想要推下去吗 一个换一个 来一个 一双 来三个 就四个 那这样变成就民进党 有一些地方的立委 你看 他们也在跑 憋典离 因为大家就觉得 不想要把这个战争 真的对垒 到最后进行一个大罢免战 我觉得受害的 绝对是全台湾的民众 好啦 就这个慧珍怎么看 翁晓琳 我们已经包容你们太久了 我就是病大 怎么样 你们这些人都没有知识 这样讲 就会证明翁晓琳 比较有知识吗 那当然啦 国民党内的这个秘欢 看起来真的不止一只 哦 许晓琳继续赞耶 你怎么看这些状况 是 我跟你讲 翁晓琳真的是让人家 真的是太 让人家觉得太吃惊了 是 怎么会有人在现在 还敢在国会殿堂上 然后 我们皮革在看人的 好不好 那说话都 他一开口就可以看到喉咙 喉急 不是喉急 看到喉咙深处啊 怎么会讲话 讲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德性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他向来以为 我就是比你大 我就是以上对下的方式 他看人都这样看 那我就不禁想要理解 他到底内心深处 是受了什么样子的委屈 为什么他一直很怕 人家把他看小 还是他一直认为 哪来的 一直觉得我比你大 结果我后来把他 整个人过往的 前世今生 翻了一遍 我搞懂了 又琪姐 我跟你讲 他其实是一个 励志的故事 是个励志的故事 是个励志的故事 早在2008、2009年 他其实是NCC的委员 我们都认为NCC的委员 很大对不对 可是他吃鳖啊 他气到后来 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NCC的委员 真的很小 都没有什么独立的职权 而且呢 还被人家这个媒体的老板 这样子的鼻子骂 我当时骂他的人是谁 是谁啊 我帮大家爬梳一下 骂他是谁 是谁 是蔡衍明啊 是旺中啊 你看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2008、2009年的时候 蔡衍明恨空出事 一下子就说 我出了我要买三中 几百亿捧着 然后买三中 然后要买三中呢 还弄了一个说 报告主任 就是国务院主任王毅 我已经买了 买了什么 就买了三中 然后就打退苹果嘛 买了三中之后呢 因为这是一个 纸媒跟电视媒体的 一个跨媒体的 一个很大的并购案 所以势必要经过 我们NCC的同意嘛 后来NCC那时候 就做了一个决议 就附带决议 有总论七项 那简单来讲就是 你要变更懂更事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你有很多东西 你这样子 你又有纸媒 又有网路 又有那个电视媒体 而且还两台 这样子哦 你的舆论的集中度 有点高 所以呢就提出了意见 那当时提出 这个主要主审的 就是三个委员 包括欧晓琳本人 包括陈正章 还有一个叫做中企会 这三个人 那其实人家也是秉着 他的学者的专业 然后给予相关的意见 结果我们这个妄动 哎 你是对不对 你敢说我怎样 气到在他的媒体里面 而且还跟 在同时 跟包括我们苹果日报 其他不同媒体 买头版头下面的广告 WANT IT 直接把这三个 WANT IT 通气 通气 直接 我跟你讲 这闹得超级大 那时候他直接把这三个 大委员的照片弄出来 而且我跟你讲 他写什么你知道吗 他写说 这写得真的很凶悍 他直接写什么 中市中天电视台 针对NCC 决议之严正声明 他说你们这三个委员 你们真的要类似悬崖热马 不然你们这样是违法决议 跟我去拍天 然后从此之后 就这三个人就被人家 召瞄这个给你喝 结果后来在两年之后呢 这个旺董他又继续买 买什么 他又买中家嘛 结果后来整个就引起更大的决议 那这个案子同样也要经过NCC 你知道因为这一次事件之后 后来在那个2011年 要开始审中家的时候 我们整个NCC的委员有七个 对不对 总共就七个嘛 对 这三个驚到不驚到 这三个人被忘董两年前 这样子有问题的方式 翁晓琳也有怕的时候 驚到 所以他的 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现在才原因来知道 我跟你讲 我一定要原文照念 哈哈哈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才知道 他说我才发现 NCC委员真的只是一个小委员 所以这个小委员这件事情 在他内心深处造成的伤害 留下了阴影 留下了阴影 所以15年之后 他恨空出世 他现在变成大立委 看到人家说 我比你大 我就是比你大 我就是上对象 但是我要跟你讲 他那时候三个人 完全就是不去审这个案子 事实上整个七个委员 你三个不敢审 你剩下四个审 但这个其实也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那时候就送到了监察院 后来监察院就觉得说不对啊 你这样子你们三个所谓的利益回避 因为你之前红灯 等到你会怕 所以你现在不敢审 那你用利益回避这件事情 你们自己就不出来审 那你等于是辜负了全国 跟国家对你的托付嘛 你还是有相关的职责啊 你怎么可以就不审这样 他讲的一个话 其实我觉得也还蛮 他就说部分委员 这监察院 监察院后来做出一个纠正 纠正NCC 陈镇昌 翁晓琳跟钟启会这三个人 他说你们回避旺中这个案子不审 你们呢是于情于理可免 这也蛮同情你的 但于法不合 他说部分委员任意曲解 法令一旨 规避案件审查 有付国家名气 以及人民的托付 所以他们这三个人 是被当时是有纠正案的哦 结果后来你看 那个我们的翁晓琳被 那个旺董这样洗 人洗来洗去 洗得不敢来审 后来又被监察院 就十几年后的今天 翁晓琳败步不活 变成国民党的不分居立委 他出来之后做了什么事 第一件事情 跟我们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就用上对下啊 我就是你的上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都是小的啊 所以我现在大三个 我大委员呢 你行政权 我们平衡跟你看啊 好 第二件事情 对不对 现在今天在那边 又说我就是比你大 怎么样 因为十五年前我比较小 我现在变大了 真的是前世今生耶 对 是不是 就是那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真的 小委员 NCC小委员 华裔力转 所以现在变成大立委 真的 你知道大委员他到什么地步 他竟然还提案 他提案什么 他要先他要修一个监察委员行为草案 为什么 因为你们以前十几年前 监委竟然敢说我这一个 呃部分委员任意曲绝法令一旨 规避案件审查 有付国家民进 你进行给我等 我等你十几年后 要抽必报 对十年不晚 我现在要修 我是个大立委 所以我要修一个那个法案 专门来规范你们这些政查委员 所以这个女的 根本是来决定复活的 哈哈 所以你就会心里想说难怪 哦 他为什么讲话 就让人家匪夷所思 怎么会完全 就是任意解读法律 好像天大地大就他最大 原来他内心里面十几年前 曾经遇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之前电他最终的是谁 这忘懂了 是忘懂耶 是蔡衍明耶 之前修理你的是谁 是蔡衍明啊 结果十几年后 今天今年1月23号 他当立法委员 确定当立法委员 他说什么 应该要还给中天一个公道 哎呦 修理你的 把你的照片 用在wanted上面的人 你今天在帮他做马前逐 要帮他要帮他要个公道 所以哦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实在是不理解 不要跟我说什么以德抱怨这一套 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 他的老公是前大法官嘛 那当时呢 蔡衍明他被关 2019年被关台的时候呢 据说的他的老公也在 是非常的正比及书啊 起了好几篇贴文啊 全部都用宪法 怎么维线的解释啊 然后帮中天说话 那是不是夫妻两个有志一统啊 就是开始突然之间 对于过往的针对蔡董 旺董这个部分呢 种种譬如昨日死啊 今日啊 今日生嘛 放下过去的昨日 不知道但是可以见得 翁晓琳呢 其实从以从以 就应该是说从现在开始 他所有的总统表现 完全不符合 我们对于一个立法委员 应有的一个行为举止 跟他的一个言行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不好意思齁 你没有很大 你是说实在 你的权利是人民赋予你的 如果不是因为人民投政党票 然后让你成为不分区 你哪有多大 真的 真的不要用鼻孔来跟人家讲话 然后再来就是关于这个 徐晓琪的事件 我一直认为我们是以前 我就是在媒体工作嘛 我也是苹果日报的 我们虽然是有所谓的狗仔 但是我们绝对都是在为公益在服务 也就是我们在监督政治人物的言行 然后我们是基于报导的职责 但是绝对不是这样子 好像是用铲除一级啊 故意在监督 这有两个 第一个到底是谁 让那一些人来进行这样的监督 第二件事情 这跟王毅川被那个中国这边给制裁 有没有直接关心 如果都有的话 那事实上是还蛮让人家觉得 蛮毛骨悚然的 就是中国的那一只手 透过某一种方式 在台湾已经进行实质的监控 并且透过一些立法委员 然后进行那个政治上的一个打压 异己的状况 其实这都要进步追查 不过当然人俊怎么看这个林涛的说法 还有今天翁晓菱在立法院 他直接讲了 我们国民党已经包容你们太久了 我就是比你大 你们这些人通通没有知识 那这句话 这些话出来之后呢 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 民众都惊呆了啊 到底翁晓菱觉得自己有多大 那当然这个徐晓星呢 今天持续的这个战王毅川 然后开始这个批王毅川 耍官威啦 这个耍特权啊 竟然想去调监视器 是不是真的很怕王毅川调监视器啊 你刚提到说翁晓菱的这个状况 说实话啦 他到底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刚刚林涛列举了三种可能性嘛 但是因为翁晓菱过往的记录 曾经有过上对下的说法嘛 现在再有一个我就是比你大 最后补了一枪叫做你们没知识 对我实在不能不能去想像说 刚刚那个三个理由里面 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还是选我们认为说 这叫做一个知识学者的傲慢嘛 他头比较大 我还是称他 寓意称他为学者 第三个啦 就是知识 他觉得他知识量体比别人大 就是就算是这样 也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对 跟别人对话 而且一样是傲慢啦 就算他不是在立法院里面 就算在学校里面 他会去跟其他的老师说 不好意思我就是比你大 你们就是没知识 谁会这样啊 书业有专攻嘛 再来就是你可能对法律上面 有你长期研究的这个心得啦 但法律不就是做给 要符合人民的期待嘛 那么多的法官 他不是都很懂法律 到最后被骂恐龙法官的一堆嘛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当今天把这个的态度 展现在立法院 他不是一次 国民党对这样的现象是容许的 我不敢讲有没有鼓励 但是最少没有制止 因为他不是一次性的发生 是容许还是根本管不住 跟许晓星一样 我不认为管不住啦 我不认为管不住啦 国民党耶 开什么玩笑 又不是刚成立的民众党 不分区 怎么可能会管不住 我认为国民党就是放任啦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能够在媒体前面 给民进党难看 那个回去 对国民党支持者来讲 都是大大的鼓励跟加分 那至于这种言语上面的仇恨 这就回到了 刚刚提到的说要被罢免的这些人 翁晓菱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不分区啊 你对国民党再多的仇恨 对翁晓菱来讲没差 他唯一的老板叫朱立伦 所以当朱立伦 没有去制止他的时候 他就可以不断的用他的言论 用他的表达方法 他或许没有恶意 我不知道啊 或不是他肚子里的回答 我姑且认为他可能没有恶意好了 就是习惯性嘛 老师当久了嘛 总觉得自己在某部分是专业 容不下别人的这种就是 他眼中认为说 你们就是没有在讨论 你们讨论没意义啊 我不管翁晓菱是不是忍无可忍还是怎样啊 好歹锦囊妙记拿出来看给 还是他打开说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电影的桥段都拿出来 还是忍无可忍必须要忍 还是他根本 党中要讲一下是不是 还是其实他根本也没忍过啊 他哪有忍过什么 所以我们已经包容你们太久了 请问从2月1号开议到现在为止 国民党在几个有争议的法案里面 国民党容忍过什么 包容过什么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会无法啊 不是吗 再来再新的就是 他们现在讲说所得替代率啊 那个年改的部分啊 请问国民党到底哪一段 真的做到你口中的包容跟容忍 没有吗 你都是采取用冲撞的方式嘛 那你这一块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讲的跟做的其实不一样 党中央不去约束这些所谓的不分区的时候 当然就是他们自己要卡 我最后来讲一下徐晓星 徐晓星现在就是很标准的 他在想要激怒王毅川啊 这个很清楚啦 他的做法就是这样 你告我啊 你告我啊 你就告我嘛 为什么要激怒王毅川 我跟你讲 因为很简单嘛 王毅川要是傻傻的真去告他 就像他讲说你告我啊 我又不是我去监控你 你为什么不告我 如果徐晓星真的有把握 他自己是没有去找人干这件事 或者我就是有不在场证明的 你也没办法证明我说我告诉你告我最好 为什么我只要赢了 我只要赢一场就可以了 你们就是乱搞啊 你们就是这样啊 薛小新的战法当然是这样嘛 他不断的在网路上讨生活嘛 他的很大的族群一样是来自于网路嘛 所以他不会让网路对他的讨论降到低啦 他一定想尽办法 他现在找到一个叫做王毅川 王毅川那个事件我想大家谈过非常多啦 从桃园到台北 其实我也问了王毅川啊 我说你后面被拍的那两张 你是怎么上车的 刚刚林涛有分析了很多种的可能性嘛 王毅川的说法是 他从桃园青浦家里面的地下室开车出来之后 一直到被跟拍的过程当中没有下过车 那你跟我讲他上下车你是怎么确认他的 第二个白色BMW 说因为之前周刊有拍过我就问林涛兄一件事情 你知道中间王毅川有换过车吗 从上一次被拍到就是被拍到白色BMW之后 请问你们有确定他中间没有换过另外一台白色BMW吗 所以我在讲说就是支持很多支持的 会去看像你现在就是大家在现在上下车的状况嘛 那去年的状况上发车 我跟你讲 林涛那个讲法就落实了外界的质疑 就是有专人在跟他啦 对啊 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在他家里面的地下室开车出来 中间没有上下过车 你去他家地下室拍他上下车 现在质疑不是质疑许巧心有没有做这件事 而是真的有人刻意在做 林涛兄刚刚那个讲法就落实了 对啊就是有人真的会去跟他 就是会去拍他 现在大家不喜欢的其实是这一点 也就是今天因为你是一个高知名度的政治人 或者你今天在一部分的族群的仇恨值是高的时候 那我就想办法去跟你 现在大家讨论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你们当时在骂王毅川说比对啦 你们一大堆人在骂说这就是跟奸 你们就是在掌握人民的行踪 你现在硬生生的说没有啦 我告诉你就是有人会去拍他啊 你反而把这件事情到了你身上 变成合理化耶 我觉得大家其实这件事情 王毅川闯红灯 我们每天也就笑你知道吗 你就不要说我今天早上遇到王毅川 我跟你讲王毅川今天超好笑的你知道吗 我今天在某 因为我们去电台那个主持节目嘛 然后我在地下室啊 然后我就看到王毅川在那边 那我就先到这边 结果忽然看到王毅川就 嗯 什么意思 不是他就很紧张那边左看右看 那好可怜喔 真的真的我被负责任了 然后后来他 后来他有解释说 为什么他有那个动作 因为他发现有人在他后面 急急急急急 那个就是我 因为我在我车子行 他确实有那种担心 会觉得就是说 诶 我今天是不是走到哪里 人家要跟拍 如果按照国民党过去的这个讲法 今天我不针对说是不是许小兴去做 因为老实讲我们也没有证据 王毅川已经今天去报警了 他今天早上去报警了 那希望查出来是谁 但针对特定有人 我刚刚为什么要强调 他从他家的地下室开车出来 从头没有下过车 你跟我讲行车记录器 我也可以接受 大家车上都有行车记录器 请问你行车记录器装在哪里 是装在你车子的头顶的这个位置 你能透视到前面那台车 开车的人叫做王毅川吗 今天有人投给你跟你讲说 诶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王毅川 再回来问 当时周刊的车牌是马掉的 你怎么拿去跟周刊做对比 还是你有原始的照片档案 你有现在的照片档案 所以你说我可以比对 这有太多的是让大家 我刚刚提到的关键字叫做比对 王毅川在当时 也不过就讲的这两次 叫国民党没干什么听到 好我知道有国民党的朋友 有讲说你看 你王毅川当然要说这个 你现在自己尝到苦果了 但问题是这些东西 不就是我们要唾弃的吗 所以我还是回到合理的状态 我就说许晓星有没有怎么样 王毅川没有要告许晓星 所以许晓星一直在戳 就是你来告我啊 你为什么不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讲实话那是他一贯的战略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 王毅川现在有网路搜寻度 许晓星一样有 当你把这两个再连结的时候 事实上对于他在网路的声量 跟他的曝光度来讲 那是大幅度的加分 那是许晓星的策略 好不过国民党 好像真的没有在怕的 因为在立法院 我们刚讲到翁晓琳 翁晓琳他们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呢要把年改改回来 然后呢今天呢 还有另外一个党产条例 竟然在民众党巴西立委 这个不参与表决的情况之下 又帮助国民党的过了这一关 所以就是这个请教学委 这个国民党真的不怕罢免 我跟你讲 国民党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这一届立法委員 突然间在立法院里面 占大多数对不对 他就告诉你说 我没当老大很久了 现在香港做老大对不对 我当然要展示一下老大的权威 所以你看他从那个什么 国会改革武法有没有 一路下来一直到党产条例有没有 到现在那个警销宁改的这个部分 你又就是用碾压你民进党嘛 他就跟你说 要逼拼手你就拼不拼了 不然你敢敢 所以你看 假蓝营假洞 你退回提议49票赞成52票 你看很明显嘛 就是我只要假急洞员来的时候 全部人都举手的时候 你民进党再怎么样都不会赢我啦 那不过我是觉得比较夸张的是 今天这个党产条例里面 民众党的八位立委 竟然没有参与表决 全部都不来来 黄国昌还讲说 这个党产不恰当 我是觉得说你民众党现在公警讲 争议的问题 你就要当不沾锅 对不对 如果可以帮助蓝营的 有没有 认为跟你的理念有相符的 我就踊跃的表决 所以那时候国会无法 你看 让人家觉得说 你民众党的八习立委 在立法院里面 什么都没干 只会举手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说清楚 民众党在这些事情上 难怪会一直扣分 一直失分嘛 对不对 难怪被讲小蓝 对 賴清德总统也讲说 我要向社会宣扬我的理念 让年轻人成为 让民进党成为年轻人 投入政治的摇篮 他现在就趁这个机会 好不容易有看到 青鸟十万人上街头 对不对 这看到在眼睛里面 在賴清德眼中 搞不好 2026 2028 这都变我的票 对不对 够两年四年了 你看 英老投票权 好不容易有这些年轻人 因为之前你看 那个选举的时候 2022跟2024 民进党的年轻票 也跑光了 所以他们才知道说 我要把握这次机会 把这些年轻人 纳入我民进党 变成民进党 未来茁壮的养分 说真的国民党 国民党在傻傻 我就说真的 政党真的逼傻 你知道吗 国民党他的反制方法是什么 人家是青鸟活动 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蓝鸟行动 刚才林涛是讲说是蓝雀 因为他们觉得蓝鸟 不大好听 对不对 好啦 那不管怎么样 他就告诉你说 党中央直接下令 比照大选规模 对不对 那你比照大选规模 要干什么 你要讲什么东西 你要诉求的民众是什么 说人家在国会无法 那是你国民党提出来的 那你现在说真的 你今天要告诉人家讲说 你要支持我吗 你觉得这个国会无法应该过吗 国会改革应该讲吗 说真的老百姓不会在乎你这个 你就过就过了 又说什么 所以人家就觉得说你今天 中南部的选民 对这种国会改革修法 没有什么感觉嘛 他只知道说你表决已经过了 过了就不要再来 告诉我这些东西 那你今天到底要动员什么 而且地方的民代就开始讲 你今天叫我们比照大选规模 要去动员这些人 对不对 第一个我地方粮草不足 你有党中央补助我 我地方资源没台没钱 你今天是什么 我要动员这些人来庙口 或者在地方上 听我讲解这些东西 说真的我跟党中央讲的不一样 搞不好我跟你讲 地方民代都不知道 你国会无法再搞什么 你是要怎么宣讲 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讲 黄金平不是偷偷透露 朱立伦第一站台南宣讲 你就缺席了 你党主席主帅就没要清真 不你也宣誓性的走一场 那这一场人家是什么 黄金平讲说是因为反应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扭回去 我跟你讲朱立伦你这样不行 还有这样 对你到底要不要选继续当长主席 我说一下你要学学吴宗宪 你知道吴宗宪早年还没有红的时候 他说台价即使一个人两个人在 我都要从头卖力表演给他们看 对不对 为什么 这个才能够逐进人家才会觉得说 你是对这个演艺工作 或者对这些观众是一个尊重 负责任 你今天反应不是很好 最后也是有人来 对不对 你逃避的话说一下 那后续谁还有力气帮你办这些东西 好啦不管怎么样 这是国民党的应对 可是民众党 我刚才讲说民众党真的 现在他的立场摇摆不定 这是觉得民众党最差劲的地方 你光为了说 到底要不要去跟人家开奖 对不对 黄国昌宫廟口开奖 你柯文哲跟吴淳淳说 要在电视办辩论会 搞到最后才发现说 你如果没有开奖也不行 对不对 我跟你讲其实他为什么 他们一直犹豫不去外面开奖 你知道 民众党从选举前 2024选举前告诉你 动员就是你一个很大的灶门 动员 我当时动员如果没来整天 很难看 漏气漏气漏气 逼人数都逼输人 不是说都自动自发来的 满坑满谷的人 满坑满谷 不定满坑满谷 现在天气越来越滑 还在满坑满谷 对不对 好啦等到他们发现说 输人不输丁 对不对 我开始漏气的时候 才发现说路前都被申请光了 所以犹豫不决 说清楚你是要怎么弄 好啦 那你今天你看 柯文哲官还是说 电视辩论最便宜也最有效 对不对 当然啦 因为电视辩论 民众党要出钱 问题是 有一个吴春城 他可以办这个 战国策 对 可以办这个活动 不过我们尚义夫 上工就开始讲 你在立法院不辩论 你跑到电视里面去辩论 你嫌多 钱嫌多吗 我跟你说 不是钱多 说真的 他去外面办 才要花大钱 电视的话 搞不好你多办几场 还可以打个折扣 反正吴春城自己人 而且吴春城他如果躺好 都要撞回来之后 搞不好还可以贴补一下 那个损失 所以这个不对 好啦 那表示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柯文哲跟黄国昌 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 一个要去庙口 一个要在电视 那你到底要在哪里 搞到最后你看 什么地方都没有 容不下你民众党 所以你民众党就带了 好啦 那黄国昌最近就开始 你知道吗 今天到底想新北 对他现在竟然还肯定 说蔡衍明老板 能够尊重新闻专业 手标插进去编辑台里面 中天可以按照既定法 有法定程序 重新申请执照 可是2019年 阿管跟黄国昌两个 弄了一个反红媒游行 数万人去参加 对不对 当初顶着太阳 跟你上街头反红媒 对不对 你现在跟他说 中天没关系 你如果乖乖 那那样的 可以重新申请 那人家就像慧珍刚才讲的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近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所以黄国昌的用意 是讲说 以前说的不算算 我现在说的 呼呼的又定来 我今天讲的才算 那你政治人物 如果这样摇摇摆摆 为什么人家之前 太阳花很多学 人家就觉得 黄国昌你说的不算话 你当初把我们带上街头 把我们鼓动情绪 把我们的 全部搞起来 对不对 你现在又把我们放昏教 所以人家才会讲说 你这种政治人物实在是不行 那黄国昌为什么有这种转变 当然嘛 就是为了要选新北市 大家都很清楚嘛 他也叫人家说 不要一天到晚想选举 到底谁在想选举 真的 对不对 你整天讲的做的 都是你黄国昌 都是为了要选举嘛 你也知道 那两年后 什么新北市 我的责任区 说真的 那两年你立法委员 没帮我做的时候 你敢有什么责任区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在找下一步 你的路在哪里 位置在哪里 这才是你一天到晚 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嘛 不过当然问一下慧珍 黄国昌突然挺中天赴台 说蔡野民只要能够尊重新闻专业 不要一直把手伸到编辑台里面 照法定程序 当然可以重新申请执照 这是你当初反红媒的理由嘛 那当然这个黄国昌 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都在想在想新北嘛 TTT都在讨论 黄国昌反而呛 国民党青壮派的议员 不要反我黄国昌 不要一天到晚都在想选局 作为立法委员 把工作做好 但是新北斯是我的责任区 我会努力 你怎么看黄国昌的说法 结果他要去庙口开讲 柯文哲给他打脸 不要我要电视辩论 他连黄国昌都不信任 怕他在庙口开讲又出事 是 我跟你讲 柯文哲他已经预料到 他即将的下场 就什么即将的下场呢 就是黄国昌 就像是一个寄生兽一样 只要被他寄生的宿主 到最后没什么拔掉名 所以柯文哲已经有发现 自己好像已经是慢慢的 所以他要跟黄国昌 保持一个距离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他解读成 柯文哲党主席都说 我要电视辩论 偏偏黄国昌还要给我下箱 怎么意思的 不给我面子 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 因为黄国昌现在是要为他自己 两年之后的一个政治生命 在卖命啊 不是为你柯文哲在卖命啊 那现在柯文 黄国昌要选新北 要能代表 或者是说 获得国民党的同意 要来征战新北 最大的关卡 最大的一个障碍 我觉得倒不是因为他 有没有国民党籍这件事情 而是 而是谁 而是蔡衍明 蔡衍明 手上有中天 有中视 有中国时报 他是蓝营里面的媒体的大老板 欸欸欸 你现在如果是要选战 我就故意 你出来我给你抖 你出来我给你抖 然后以前 反后面的时候 他给你那种对决的模式 你怎么选嘛 是喔 不可能嘛 所以他一定要解开 他跟蔡衍明的这个心结 而且又齐姐 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长期以来是苹果日报记者以前嘛 所以我认识 我知道黄国昌这一号人物 不是在太阳花 比你们更早 是在2011 2012年 也是我们刚提到的中天三中 他们要去并中家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很多的一些 就是媒体改革团体 还有一些知名人士 社会的一些知名人士 就会喊出你好大 我好怕 因为就不希望 那个望中集团继续去并中家 这个系统台嘛 但他们到时候组织能力更庞大 而且对媒体的渗透度 跟那个控制能力更大 在那时候我们大家 都站出来 那时候有一个2012年的9月1号 有一个901的媒体改革运动 跟媒体改革行动 就是在望中 就是在那个中国时报 那个万大路 那个中华路 那个叫什么路啊 反正就万华那边 大楼 大里街 那个大楼 我们就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喊 就说你好大我好怕 那时候黄国昌 他是陈社的社长 所以黄国昌 是站在绿的这个部分 然后去质疑说 你就是红梅 因为你后面有中国的一个渗透 为什么有中国渗透 因为我刚刚讲到一半 他那时候蔡衍明 在2008年一买到之后 他直接他们 在他们的望中集团的 他们那个 望中集团的社 月刊里面 写下 报告 那个主席 我已经买了 那报告主任 我已经买 那主任是谁 就是那个王毅 对 那时候国台办主任 就是王毅 然后还说什么形容什么 椅子坐三分之二 然后后来天下杂志 都有把这一段写出来 所以那时候就是 之所以中国时报或望中 会被等同于红梅的连结 在这里 现在就没有了吗 所以这就荒谬 那个那个他的 皇国上2012年是打去 取着反侯梅的旗帜 在整个社运开始冒出来 在2014年时候 是因为太阳花 学生的导师 然后广为人知 然后在2015年2016年 因为他又跟蔡英文 是康乃尔的那个学姐 跟学弟的关系 所以其实蔡英文 是非常领域他 而且在从政的路上 也多所提拔他 然后呢就开始 他就变成是在我们 感觉上 一个媒体的改革形象 或者是立法委员里面 感觉上是一个 新兴的力量啊 感觉上是来监督 一个国民党啊 然后跟红梅 这个部分势不两立啊 跟共产党是说 结果怎么曾经何时 八年的时间的转变 他第一个反的是谁 他第一个 开始跟他决裂的是谁 就是蔡英文啊 就是一手提拔他 蔡英文啊 包括施烟案 包括那时候就是 那个老委会的相关的 那个什么 以利休的 那个相关的修法里面 他马上就是因为 他就拿着砍蔡英文 拿来记起啊 所以他就开始跟 蔡英文渐行渐远 跟蔡英文渐行渐远之后 那你好好当你的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嘛 但是他在里面又讲 你们这些时代力量 跟民进党走很近的 你们都是小绿 只要有你们 把时代力量变成小绿 我就要请辞 我就要推出时代力量 因为你的这句话 把那一些 比较清绿的那个部分 包括林长佐啊 黄杰这些人 也都都离开了 那你好好弄你的时代力量 也没有 到最后怎么样 到最后 你竟然是 无缝接轨 辞掉 退掉时代力量 然后去成为民众党的 这个部分区 对 然后变成柯文哲的左右手 所以 所以黄国昌一路以来 他就可以说是 把他一个一个 本来对他有利 或提拔他的人 一一都断绝掉关系 所以慢慢慢慢 黄国昌已经走上绝路 他这一次搞 这一次的一个修法 这个国会扩权法案 连学界都反他 竟然有几百名的 法学的一些学者跟教授 包括一些中研院的 全部都跳出来反他 说你在讲什么 你这个完全是 这个完全是侵害宪法 完全是不可能 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你说 如果两年之后 他从政治路画下句点 他能回学界吗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对 所以 尤其姐他现在是怎么样 他现在是亡命之徒 亡命之徒 破坏破摔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剩下一个机会 我就是要获得 国民党的同意 国民党的支持 代表 或者是说 就是以他们 国民党不推人的方式 让他去选新北 他只有这条路 他才可以 就是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否则的话 他政治生命 已经开始倒数计时 那在这里 最大的关节点 就是谁 是蔡衍明啊 他过往把蔡衍明 蔡衍明 在他所有从政路上 第一个被他 踩在脚底下的尸体 所以他现在要洗门崩 天哪 要洗白这件事啊 所以呢 他现在带头说 只要蔡衍明 这个不伸手到 那个编辑会的话呢 当然可以赴台咯 对 像红梅不是红梅咯 对 已经不是了 人家可以 人家大老板 人家有钱 有钱错了吗 有钱买媒体错了吗 那凭什么说人家 对不对 突然之间变成这样 整个吓到 所以你会发现很可怕哦 包括我之前 刚刚讲的翁晓琳 包括现在的 这个黄国昌 黄国昌 本来都是站在望中的对立面 现在一个一个成为 望瞻赴台的急先锋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后面的大戏 即将要登场 后面的力量有多大 是 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他们现在 蓝白加起来 都已经过半数了嘛 所以一定会 我个人认为啦 是一定会赴台 所以这一定会赴台之后 到时候在媒体上 即将一个 腥风邪雨的杀戮战场 又要展开 好 来 任俊 所以咯怎么看 这个黄国昌还教训 国民党这些青壮派 你们反我黄国昌的人啊 不要一天到晚想选局 意思是只有我黄国昌可以想吗 你怎么看 那当然呢 对柯文哲来讲 是不是真的已经意识到 这样这个危机 黄国昌说到貌口开讲 那当然 柯文哲也怕他去面对群众嘛 所以柯文哲说 不 我要这个电视辩论会 可是坦白讲 电视辩论会就有比较好吗 尚义夫上工 所以在突发期想说我想不通啊 你们当立委怎么不在立法院辩论 立法院没有直播嘛 立法院有直播啊 我干嘛还要去电视辩论 而且老百姓钱多是不是 那你怎么看这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而且在黄国昌的暗注之下 我也不懂啊 那国民党如果把党产拿了回来 到底黄国昌能拿到什么好处 为什么今天民众党的巴西立委 在表决的时候通通缺席 让国民党更轻松的 在党产这个案子里面过关 民众党你们巴西立委 你们都支持 国民党把这个党产拿回来吗 这到底搞哪一出 所以看起来 谁能够主导这件事情 不就黄国昌吗 你怎么看这个状况啊 国民党也没在怕的 今天年改也想翻案了 然后今天党产也想翻案了 怎么回事 我觉得民众党基本上 因为不投票的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啊 就是不按表决啊 不是今天党产耶 你们赞成吗 那就很简单嘛 民众党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我不投票 就好像我可以不用负这个责任一样 我先讲啊 因为之前他们这个通过了国会改革 武法里面有一个叫做藐视国会罪 我叫你来国会 找你来国会 你拒绝来就藐视 你都胡说八道 我觉得你有这个乱说话了 那你们就是这个虚伪陈述 那这个要法办 民众党的八个立委 用这种所谓的不参与投票的方式 你们就在藐视国会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个把握 你不是要监督蓝绿吗 到最后这个票也不投 那个票也不投 这个也不表态 那个不表态 到今天为止 民众党这八个人哪一个对国民党 应推党产条例的修正条案 讲过什么话 没有啊 黄国昌七天前的时候 上节目的时候还讲说不可以这样 不好看 七天后的到现在为止 干脆大家都不出席啊 就是民众党在玩一种两手策略 表面上好像我又没有赞成国民党 但是你也没投反对票啊 他在这整件事情上面完完全全 没有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态度 对 过去民众党就是这样搞 现在还是这样搞 你说叫人家不要讲你是小蓝 你根本就是蓝啊 我讲白一点啊 你根本就是蓝啊 你哪一点告诉大家讲说你的利润是什么 柯文哲讲说 你看那个上公啊 上公讲说你为什么在立委 当立委不在立委变论 柯文哲一天不是只有说过 他说蓝绿都要去跑下乡 他说那当初好好辩论就好 如果再回到柯文哲口中的那个当初 为什么不好好辩论 黄国昌被问到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是最高机密耶 问你那版本 黄国昌说是最高机密啊 柯文哲为什么不办庙口开讲 为什么要办电视辩论 我跟你讲因为很简单啊 庙口开讲要钱啊 对 你去台下钱 还要动员 你要去庙口开讲 要不要找个三五个人去 民众党现在谁要去 大家都说自己没人到要死啊 电视辩论办一场 对不对CP值很高 我们这边三五个人开辩论会 不好意思啊 要付钱的 电视台免费给你办喔 对啊 学伟哥你要参加 不然你要唱一下 你也分一下要三分之一 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很大一块跟钱有关啊 你要办庙口巡回 你要办多少场啊 还有一个大家一定会比嘛 比人气嘛 你说现在这八个立委 说实话你要去论战什么 你到今天为止八个立委 拿一个出来 除了黄国昌说什么 他有开直播 但我还是提醒大家 没有我给你讲 黄国昌廟口开讲会爆满喔 没有啦 七鸟都来了我跟你讲 真的喔 来抗议的啦 就拳头都硬了这样 那我就讲了 就说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都是回到政治现实面 民众党八个立委 黄国昌或许知道啦 因为他老实讲 那个最高机密是他讲的嘛 那个案子看起来是他在搞的嘛 其他七个立委 哪一个为国会改革 到底什么案子 到底哪一条好 讲过什么话 可能有 但真的能见度不高啦 所以你今天要找这些人 来去庙口开讲 你要开讲什么 连人都凑不起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叫做政治现实面 那黄国昌当然好啊 他觉得他去他当然好啊 为什么 所有目光的焦点 全部都在黄国昌的身上了嘛 所以他的支持者来说 他一定会有往这边走 可是你会想啊 柯文哲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柯文哲跟黄国昌同台的时候 发现到那个主持人啊 有一个活动 发主持人发现到 黄国昌的掌声比较多 有没有 还要重新再review一次 对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也给柯文哲 多一点掌声啊 对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民众党来讲 我一直在强调 他的问题不在他是小蓝或是小绿 是你根本没有论述 没有论述就糟糕 就已经很糟了 你现在连投票都不投票 你为什么在党产条例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讲立法 我讲实话 我们现在立法 大家希望立的法 是跟人民有关 请问党产条例的修正草案 跟谁有关 跟国民党有关 今天一个握有修法权利的单位 特别修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法案 这种东西民众党 你可以到现在为止 一句话都不讲 这真的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啊 很可怕 很可怕 非常可怕 你不是要制衡蓝绿吗 你现在只制衡绿啊 对 你没有制衡蓝啊 你那制衡蓝什么 你都在制衡绿啊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 2016年黄国昌怎么讲的 做这么无耻的事还嘻嘻哈哈 追逃不当党产 所以啊 你现在只制衡蓝啊 对 你没有制衡蓝啊 你那制衡蓝什么 你都在制衡蓝啊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 2016年黄国昌怎么讲的 做这么无耻的事还嘻嘻哈哈 追逃不当党产 我当然认为民众现在对于民众党的定位 之所以会觉得你民众党不知道在干嘛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你们自己都很多时候都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你可以不投 你为什么可以不表决 你说我不投票也是一种投票 不要来这一套 我真的觉得不要用这种话术 因为就像在院长选举的时候是一样的 你说我不投票或者是我投我自己的 你从政治现实面来看 你就不是在制衡 因为国民党的席次就是大 你连自己党的立场都不敢说 以党产条例的这件事情 我讲说会让很多人对民众党非常非常的失望 你可以出来赞成国民党说 我觉得那个就是恶法你们乱搞 你们当时就是已经扩大解读了 所以认为这个要修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态度啊 你连讲这种都不敢 你也不敢反对 你也不敢赞成 到最后选择不出席 你凭什么去监督监察院 监察委员还要有行为 这个什么行使法 你们还要去看人家那个 当然是国民党提出 看起来民众党没反对啊 所以我就讲说 这种不断的双重的标准 甚至用所谓的这个积极的不作为 我现在不是用消极不作为 积极的就是不参加 我故意不参加 你们骂也一样 我就是不表态 虽然以前我没骂过 但是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那只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说 你的政党当然拼的是什么 就是在拼选举而已啊 柯文哲从这个总统大选后 他不是有讲说 我2028要在战 黄国昌说 叫大家不要一天到晚想选举 黄国昌连尿尿的时候 都会跟人家讨论说 我们会不会接受民调 会不会用 因为黄国昌 黄国昌觉得自己的民调比别人高嘛 所以你去提这个东西 你当然还是想着选举啊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民众党的这种所谓的摇摆 跟这种所谓挑自己有力的出来讲 或挑自己有力的出来做 其实我觉得对他的政党 不要讲身不伤 但我认为对他的资责是伤的 因为你当年讲的义愤填膺说 我们要监督制衡 国会的乱象 你的监督制衡是有燃跟绿喔 那你今天的这种所谓的不投票 不讲话 不表态 甚至连立场都没有 让国民党过了这个案子 那请问你要怪人家骂你吗 大学刚放榜大家都在填字院喔 那现在呢黄仁勋挥打的一个成功 把台湾都推到全世界之上了 大家突然间发现 台湾现在代工占了全世界的一个六成 AI占到九成以上喔 所以今年呢大学申请入学的理工学系成为显学 但又起我们不得不说喔 台湾现在一年的半导体产值就超过五兆了 那你知道全台湾最大的科技协会是哪边吗 居然就是玉山科技协会喔 我们来看玉山科技协会 本届的理事长是童子贤董事长 但在前一届的时候呢 理事长是李济朱博士 而前任的副理事长就是台积电 现在的董事长魏哲嘉喔 为什么呢 玉山科技协会的产值啊 就高达台币两兆八千亿 简单的跟各位说喔 台湾这一条长长的电子产业链当中 玉山科技协会可以说 站着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在整个电子业当中呢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电子业 通通都是所谓的 这些电子大老板的一个天下 我们可以发现喔 其实金融家李济朱博士 也在这里面喔 那我们目前台湾呢 总共有15家的一个金控 6月14号这一天 特别的热闹 发生什么事呢 总共就15家的一个金控 居然有7家金控 同时要股东会喔 那这次呢 大家都聚焦在鼓励 并购跟下半年的一个展望 这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台新金跟新光金 那为什么台新金跟新光金呢 因为很多人都在说 两个老板都姓吴 那未来会不会两家 直接来做合并呢 现在是全世界都在看喔 但新光金这几年喔 特别是从去年 改了新的一个经营团队之后 现在的宪政案喔 其实跟金管会之间 一直瞧不拢 但最近已经确定了 确定了我们来看一下喔 新光金目前呢 办理它的一个 现增的一个部分呢 已经确定了喔 是16.7亿股 7.5元喔 5月20号生效 所以最近呢 我们可以发现喔 新光金它的股价慢慢的 有点越电越高喔 但其实来跟各位说几件事 新光金其实喔 在过去也有辉煌的一个时候 我们来看喔 李济珠博士呢 担任副董的一个时间 是在民国104年后 他进去的喔 104年他进去完之后呢 其实股价曾经从6.2元 沿路上升上升到12.7元喔 这一来一回 涨了接近一倍 涨了接近一倍 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喔 净值从12.7元呢 还沿路一直涨 涨到24块喔 而且这当中呢 包括了需要的增资跟配息 其实年年都有达成的 那可能很多人会问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 需要做整个转股的一个动作呢 因为这个时候要做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是什么呢 星光金因为它的净值 跟股价的一个增加 这个时候它有谈判的一个筹码 所以后来星光金 它就成功的百分之百的 并购了所谓的原付证券 所以呢 让整个星光金控它的版图 是更加的一个妥善的 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喔 后面的净值跟整个股价 往上走之后 这件事情很重要喔 为什么呢 因为星光金的版图 就更加的茁壮了 过去星光金呢 大家都知道他们最强的是什么呢 他们最强的是在人寿的一个部位 在台股12682的一个时代 那时候星光金是台湾的二把手啊 那个时候呢 台湾的最有钱的人是国泰人寿 第二有钱就是星光人寿 后来他们陆陆续续呢 台湾的整个金控越做越大 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喔 后面的净值跟整个股价往上走之后 这件事情很重要喔 为什么呢 因为星光金的版图 就更加的茁壮了 过去星光金呢 大家都知道他们最强的是什么呢 他们最强的是在人寿的一个部位 在台股12682的一个时代 那时候星光金是台湾的二把手啊 那个时候呢 台湾的最有钱的人是国泰人寿 第二有钱就是星光人寿 后来他们陆陆续续呢 台湾的整个金控越做越大 后来的星光金控下面呢 包括了整个所谓的受险部位 包括了银行部位 但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证券部位 后面呢李济珠博士 他在任内期间呢 他因为他让整个净值往上走 股价也往上走 所以星光金控成功百分之百 并购了整个原附证券 有了原附证券之后 这条路是很重要的哦 为什么呢 对于金融来说 最重要的叫做通路 为什么呢 你的通路越多 你的销售点就越多 你的销售点就越多 你越容易把你的金融商品 给他销售出去 所以李济珠博士 让整个金融销售通路增加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据他们金光金控给的资料 后来通路的一个销售整整多了百分之二十 而且呢 星光的全体员工的年终奖金也多了百分之二十 这个对所谓的这么多的一个员工来说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福音哦 但我们来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呢 李济珠博士呢 他是在104年进入到所谓的星光金控 担任副董事长的 那一年的时候他们的获利还是最后一名 然后呢 经过了整个五年的一个努力 后来到109年的时候呢 星光金控的一个获利呢 已经慢慢的爬哦 那个时候全台湾还是16家金控 因为那时候日盛金控 还没有并告到整个所谓的富邦金控里面去哦 他们已经慢慢爬爬爬爬 爬到了所谓的金控的一个第六名 而这个案件呢 后来也是让整个哈佛大学 成为了所谓的教学的个案 所以呢李济珠博士是唯一成为哈佛大学的教学个案的一个台湾的银行家 这件事情要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一个非常卓越过去没有人达到的 那再来说一件事情哦 看到这张图大家可以发现 诶 这个不是德国总理梅克尔吗 对的哦 这个是非常出名的全球的博尔布莱特奖哦 全球的博尔布莱特奖呢 他总共只有七个决审哦 这七个决审可以决定每一年 把特定的奖项给颁给谁 那我们可以发现哦 后面呢因为李济珠博士呢 他也是整个决审哦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 李济珠博士呢 特别一趟路到德国去 颁奖给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颁奖的人 不管是决审 其实呢这个都是非常卓越的一个成就哦 112年11月28号 本人因为用了一个错误的来源哦 对李老师有了不对的一个评论哦 我们要谢谢李老师的原谅跟指教哦 这三年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星光金控他的整个 现真一波三折 虽然目前已经确定了哦 但是再想想李老师 过去不管是在整个股价上面 不管是在通路上面 甚至于是在整个全球的一个 各式各样的一个颁奖典礼当中 我们都可以发现哦 好的团队对于整个金控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